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一个第六啊 此前的话 欧国联最好的一个战绩为亚军是在这个18到19赛季的时候获得的 那荷兰是本届这个欧国联A级别这个小组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球队啊 他们也是这个进攻打得比较好 打进了这个14个球 上一场的话是3比0这个大胜掉了这个弱队啊 失业杯结束以后的话也是一个一胜一负的一个战绩啊 包括客场这个0比4败给了法国 那在过去8场比赛中进行的这个主场比赛的话 荷兰取得了一个7胜1平的一个战绩啊 非常不错 克罗蒂亚这边的话 最新失业排名是在一个第七 此前欧国联最最佳是拿到了1819年的这个第九名啊 在欧联的表现比较一般 但克罗蒂亚是这个失业杯的这个长 失业杯的这个前四的一个常客啊 所以说这个球队也是不容小事的 本届的话他们在小组赛打进了8个球 丢了6个球 进球只能排名在这个第16支队伍当中的第6位啊 所以这个在失业杯获得亚继军以后啊 打了两场欧预选赛的话 上场客场是2比0击败的土耳其 那此前的话是战成了威尔 战平了威尔士啊 那过去7场比赛的话 不包括失业杯来看的话 克罗蒂亚是全胜啊 并且在这7场比赛只丢了两个球 咱把基本面看完以后的话 可以看出来呃双方的这个人气实力定位啊 还是一个五五开 荷兰可能在主场稍微有一些优势啊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了荷兰半球 有部分公司给到了一个平板 但其他公司统一调整到了这个半球以后 在亚洲给到生死这个0.5的时候啊 对于克罗蒂亚来说太容易入手了 咱们刚刚也提到啊 这两个球队的这个人气啊 包括实力方面差距不是特别大 那这样给到一个生死值的话 对于克罗蒂亚来说的话 入手空间太大啊 所以这场比赛 咱们看好荷兰能够在主场赢下比赛 结论的话是主胜不让胜 比分的话是1比0和2比0 最后的话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 咱们看好是荷兰在主场赢下比赛 又给大家这个叨一句啊 结论的话是主胜不让胜 比分的话是1比0和2比0 好咱们今天就带来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分享 今天的话就到这啊 再见 再见 谢谢